現在呢,你把AtePlan的安裝完了,這邊把它安裝完,把它啟用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有錄好幾段影片了,你要幾段都沒關係 但是呢,像這種你要做所謂的墨花絮,真的還蠻快的 首先你進來都是中文的,有沒有看到你叫新建工程 就開一個新的檔案,開一個新的檔案把它按下去 我們就用空白的就可以 按了空白之後呢,當然你可以幫你的專案有一個命名 並選擇要存在哪裡 但是重點在後面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這幾個數字好像看起來特別熟悉 知道為什麼要先考各位第一題嗎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那一般當然,我們做的話大概是以這個或下面這個為主 以下面這個為主,所以我先做小一點,不要做那麼大 我用1280的 有這個之後,剛剛有跟各位提過AtePlan的 待會你進去會發現,它就跟各位用過的好混非常像 所以它裡面,把頭影片稱作幻燈片 有沒有發現預設是0張 你可以看你需要幾個齁 一張兩張都可以 待會不夠進去再加也可以 只是預設是0,所以我都把它先設成1 好,進來之後呢,首先第一件事情 因為我要做的畫面其實比較大 所以我會來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這種 這個叫自動搓棒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 這樣子的話呢 當我的畫面再做調整,有沒有自動搓棒 會比較方便 比較不用再左右移動,就是在右下角這個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夠的,就再增加 有沒有開始有點感覺 有齁,那知道上下數據要怎麼調嗎 不小心都會了 好,那現在呢你有一個 有一個之後 你可以把你的影片放進來 你看我在這邊 因為我已經轉檔過了 記得要轉檔,不然FLV它不認得 MP4OK 所以剛剛同學是這一段對不對 你看我把它丟進來 這樣你應該發現我都用人性化的嘛 如果你要不人性的你自己 自己找一下從這邊 注釋裡面的影片、視頻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好,我丟進來之後呢 你看我把它拉過來 拉過來 有對到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有一條橘色線跑出來 那這個,因為我錄的其實沒有那麼大 有沒有稍微放大一點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個 可是下面這個會不會採切掉 只是對我們來講 這個無關節有沒有 好,這就沒關係 好,不過我就再增加一個 不是啊,在這裡 主頁這邊 有沒有空白換的片 按一下 我還有第二段 我就再把它丟進來 好,一樣的拉過來 原則上我們盡量視訊 其實是不要放大是比較好 好,就是那個尺寸不要差太多 盡量我會 就是可以的話 射成一樣會比較OK 那麼你看 預測的播放方式 就是這個播完就換這個 對不對 可是一般我們要做什麼 縮時攝影 如果你這樣播 播完至少要快八分鐘嘛 大家怎麼有那個美國時間 對不對 所以你來看下面這裡 這段影片在這邊 點到它之後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人在跑 在趕時間有沒有 看到了 給它按下去 預設是兩百就是兩倍 好,所以如果你覺得 現在時間寶貴 你就給它十六倍我也不反對 不過你的電腦如果真的效能不好的話 十六倍也許會跳得比較嚴重 看啦齁,看清潔 好,有沒有發現 原本四分多鐘快五分鐘 只剩快三十秒 你可以播放看看,你看盆了一下 現在可能換一點 知道為什麼會有糖奶奶的聲音嗎 因為聲音快轉會變高 音效會變高 相對慢轉的 會變低 對不對 好,這樣有沒有很快就完成了 對不對 你可以先調好 等一下我們要找到適當的音樂就好 記得先點一下這段影片 那個人才會出來 才會出來 所以你可以自行決定看你要的感度 那如果你不希望剛剛那個聲音太吵的話 這裡有 人的旁邊有沒有一個喇叭 就是它的音量 你也可以從下面這個音 音波是不是看到我們大概有音量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那個太吵 你可以直接按一下 你就可以把你的音量往下調整 甚至靜音都可以 我通常會留一點點 因為這樣比較有現場的感覺 表示說我是現場有錄音的 調下來一點點 這裡馬上就會變 如果你弄完了 這裡馬上就變了 那提醒各位 如果你剛剛我們調六十六倍之後 它會再以那個十六倍為基準 基準 基準 所以這樣子又是兩百 會變成幾倍 原本的三十二倍 瞭解嗎 這邊不會顯示剛剛的是十六倍 而是 就以你現在的速度再長一兩倍 這樣OK 所以我經過這樣調整完 兩段影片調整成十六倍之後 幾乎只要五十秒 是不是就結束了 那它預設的播放方式 就第一個播完再播第二個 中間如果你有需要轉場的 也可以設定 因為就跟我們拋過一陣 這樣 這樣 先給各位先做簡單的處理一下 如果你有需要剪接怎麼辦 在這裡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剪接 請你來這裡 我們現在上面這裡不是有一個時間軸嗎 對不對 你在這個任一個位置 就這個位置 任一個位置按一下 你會發現它有指標會跑出來 有沒有跑出來了 預設它沒有出現 你只要在那個時間軸上面按一下 有沒有同學有用過威力導演的 如果你有用過 你會看到這一根 就會覺得很熟悉 因為威力導演 除了主要的時間軸 那個指標以外 左右也有兩根 就是要給你選範圍用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哪一個範圍 你不要 你從這個拖曳一下 有沒有產生一個範圍 你就可以有範圍之後 你會發現上面這裡 就會亮起來 這裡就會亮起來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可以把它移除的 對不對 假設中間這一段 你不要 我就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就不見了 跟威力導演很像 跟威力導演很像 另外呢 如果你中間 比如說 我坐坐坐坐坐到這裡 好到這裡 後面 我不要了 或者是後面 你以後 你想要在這中間 補一些資料進來 請問行不行 可以 你看喔 我現在時間軸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最後面這裡 你可以把它分割開來 滑過去 有沒有分割換根片 這個時候 我後面的 就會變成另外一張投影片 有沒有用投影片的方式 來做影片剪接 所以如果你順序要顛倒 按著 有沒有下欄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好所以你就看 到哪邊 我要切開 你就移到那邊之後 按一下 它兩個就分開了 好兩個就分開了 來畫面還給你